第五题 利用直线坐标 以学校为原点定为0 向东为正 请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学校呢是定为0 然后呢这边的图书馆到面包店 全长1000公尺分了5格 所以每一格是200公尺 所以我们看到呢 书局应该是在学校的东方200公尺 正200公尺 所以选项A是错的 我们看到了面包店 在我们的学校外边有三格的位置 所以三格应该是600公尺 所以面包店呢在学校的正600公尺的地方 所以选项B呢也是错的 那图书馆呢是在反方向的两格 就是400公尺 因为是负方向 所以是负400公尺 所以选项C是错的 选项珠呢是对的 所以第五题问我们说 请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 图书馆在负400公尺的位置 还是有个您的观点 因此视频 这叙迹是正确 写的面穿 觉得是项C 那一个